UX 這個挖起來就好幾株了 你只要下面有芽點 你跟它分割 種下去就可以活 一般我們種下去 你取出來之後 從這個剪掉 它就會重新冒起來 挖起來一般啊 像這個 這個有根嘛 這裡後面有一個頭 這個頭我們盡量不要去傷害到 傷害到可能就是 會種不合 另外這個有冒出這個小芽點 這個就是到時候會 會再長出一枝出來 像這個嫩嫩的這個就是芽點 這個挖的時候啊 我們最怕就是去挖到這個 那你不挖到 到時候種下去它很快就長起來 這個就傷到這邊 應該也可以啦 從這邊切掉就好了 好啊 這個旁邊這邊切掉這個不要啦 這邊有生長點 這個一般啊 這個還有根部啦 這個有根部 其實有芽點就可以了 像這個就是生長 它冒出來的側芽 這側芽到時候長出來 就是跟這個一樣一枝齁 啊一般我們種的話 你就留有側芽 啊還有一點這個根部就可以了 啊高度看你個人設定啦 比如說高度你要 你上面留的沒有用啦 一般我們要魚子的話 都是從上面 或者下面 剪掉 它讓它再重新長上去 側芽這個長上去就可以了 啊 啊目前這個就是 看起來是兩顆嘛 那我們就跟它分解出來兩顆 啊你要看 重點就是要看你下盤啊 下盤這個長 它的長的情況 再去怎麼樣去採檢它 比如說這個 主幹嘛 這個側芽嘛 那毫無疑問就是說 你把這個剪掉 這個留住就可以了 啊啊 剪完之後 再來看這一顆的 的那個情況 再要怎麼修剪 這樣子剪掉了對不對 這個還帶住嘛 啊帶住的話 那這顆我們要好種 這邊也不要 啊這樣子就可以了 其實這一隻也是生長點 這兩個都是 那接下來這個 我們剛來 採檢掉對不對 啊就看它需不需要再採檢 那這種情況 那這個也是 啞點再重新 那這個我們就不用再採檢了 就直接這樣子 啊這個高度 等修好 再做一次 修剪就好 像這一顆的優勢啊 比其他來的好 因為我發現我從這邊 剪掉之後 它這個一個芽點 這個又一個芽點 這邊又一個芽點 這邊又一個芽點 其實 就是說這一顆 那種芽的長勢 就會很很壯觀 這一顆 這一顆下來 這邊也是一個芽點 我發現到下面有一個芽點 所以說我才沒有從這邊幹掉 讓它從旁邊 現在可以再往上生長 其實這裡面就像我們一般的薑一樣 這個我們可以用來做香料啦 另外的就是這個葉子 這個葉子 我們可以做那個 那個 紅菇粿啦 超花粿 可以墊 甚至粽子也可以 接下來 我們上面 有開花的時候 那個花也可以食用 另外它結了果實 可以做藥用 以上大致上就是這幾點 接下來 我就是這個要拿去魚子 我採檢就是取 有人可能低一點高一點 其實都可以啦 那我就是 一開始我先留高一點 就是留這麼長 要種的時候再試情況 要不要再修剪 就以這個長度 你只要不要剩下這一個頭 剩下它一個頭當然可以 只是說 我們種植比較不方便 有留這一個 有留這一個 我們種植到時候蓋起來 這一個可以看得到 到時候重新長上來 那這些已經採檢 就可以拿去做植子啦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拜拜